一个月前,东家就通知我,今天过来给他拆老房子,挖新地基 然后,昨天晚上,他还是不放心 继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叫我今天早上早一点过来 我看东家正儿八经交代我 我也是正儿八经,起了一个早床 早上五点半,就从家里背着挖机走了过来 结果,老铁门看,房子里面东家需要的门,昨天没拆 马路边上计划堆扎头的地方也没有清理 老铁门再看,东家的羊都还没有起床 你们应该能感觉到我今天来得有多早 大概加估计等了两个小时 东家所有的东西全部搬完 再三确认所有的人全部离开 我也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工作 左边是高坎,右边是林之家的房子 后面也吃不了 唯一能够拆房子的条件 就是我脚下五米宽的这个篮子 竟然还堆了成百上千根的钢筋 所以我现在脚下能够活动的地方 也就只有三四米宽的一条场地 该说不说,今天这个房子那真叫一个硬 一下拆太多,又怕砸到挖机 就只能这样一点一点的拆 勉强拆出一些扎头之后 立马就把这些扎头填在自己脚下 把自己的左脚加右脚往上面一站 让整个挖机抬高一点 这样的话,拆上面压力又小很多 老铁门仔细看,这里是池房 并且这个厨房还是一个架空城 今天的东家也是一位好东家 边上是架空城,他竟然不告诉我 我刚还准备把挖机开到侧面去拆这个房子 幸亏很大一个砖头掉下来 砸坏了这个架空城 我才发现这里的秘密 要不然挖鱼塘不限车 挖屋厂可能还会限车了 镜头的最前面是他宁之家的房子 而我现在拆的这个房子,那边的屋檐非常的高 东家交代,屋檐一定要往这边倒 千万不能往那边倒,砸到他家的房子 所以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感觉东家不说还好 说了之后,我压力倍增 所以我现在拆这一面墙,真的压力特别大 不过没关系,干活有方法 走到哪里都不怕 前面够不着,那就把所有的砖渣集中起来 尽量的堆在靠近房子的地方 让自己的挖机站得高,看得软 把危险吸收非常高的这一面墙 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可控范围 今天的这个山杆小楼房 就这样有惊无险的拆完了 现在东家提供堆砖渣的地方 有那么一小堆的石子 东家怕我麻烦说这一堆石子就不要了 就这样给它埋掉 我感觉这一点石子虽然不多 埋掉还是太可惜了 干脆我就在马路上掉了一个头 下来把这些石子全部扫到一边 只要没有占到堆砖渣的地方就可以了 接着又是一个帅气的转身 咱们现在就开始把这些砖渣甩到直径的地方 由于东家这个房子才建了十几年 十几年前建的房子质量也是特别的好 所以这些什么地粮穿粮之类的大块粉粒土 房子拆了之后真的是特别多 然后我又考虑到这些渣土堆在这里 下次建了新房子还需要回田 乱七八糟堆在那里 下次回田的时候不好挖 等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因素结合起来 我决定把这些大块的水泥坨 统一给它挑出来先堆在最底下 再把这些细的砖渣堆在表面 到时候用来回田 最近我这个牙口真的是太差了 啃个水泥坨它竟然还塞牙 这里是东家买回来的钢筋 我拆房子的时候就跟他说 碍事要他想办法移开 他跟我说不好盘迁就一下 结果现在堆砖着的地方碍事还是要盘 于是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用编带把所有的钢筋一次性给它传播提起来 然后再慢慢的给它挪到不碍事的地方 老铁们不要看这些钢筋乱七八糟 它只是非常的凌乱 然而99%的钢筋还是没有变形 都是正常笔直的状态 OK现在整个场地无比的通畅 干起活来也没有畏手畏脚 所有的大块头全部填在下面 剩下的这一层比较细的砖渣 哪里需要就填在哪里 多的就给它打堆在一起 尽量的离地基近一点 到时候肥田瘦度快 能够给东家节省时间 今天的这个屋场 我和东家谈好的价格 拆房子 也就是说把整个房屋全部放倒 价格是1800 当整个楼房全部放倒之后 再开始计时干别的活 那么老铁门就会感觉 拆房子价格可能太贵了 然而在我看来 其实一点都不贵 首先如果喊人去拆 1800的工钱根本就拆不出来 并且危险吸收还很高 那么东家喊我的挖机 给他拆楼房 他只需要出1800的费用 其他的不管砸到人 还是砸到挖机 所有的风险他都不管 全部由我自己来承担 所以我感觉 1800拆这个房子 其实一点都不贵 本来搞完就准备收工 东家临时决定 在后面挖出一个场地 到时候建好房子 下面就做一个架空层 我简单的挖了一些土 把看上去快要倒到围墙外边 全部给他填了一层 防止这个围墙倒塌 然后接着把清理场地 挖出来的这些土 按照东家的意思 堆在外面并且搞平 老铁门注意 像这种场地不大 而且土还特别多的工况 千万不能着急 一轮一轮的挖 直到整个场地 剪到大平小不平为止 最后再按照东家的意思 把这个高坎 给他尽量的削成90度 再给他一边精细剪平 一边清理干净 需要的场地宽度 老铁门注意 我现在要从这个地方上去 那么我为什么要给他全部挖干净了之后再填土 主要是因为我上去之后这个地方不好挖 那么反过来再说我这种方法 先挖干净挖出形状 然后在上去的地方需要多少土 我就填多少土 再把挖机爬上去 反过来把填的这一点土 给它清理干净就OK了 哦吼 感觉今天遇到了硬菜 不过我就是一个牛腩梗 就是一个勇如挑战的性格 我一挖斗身在地下 反正今天就是两个结果 要么上去 要么上不去 绝对不会有松挖堵的事情发生 刚才忘记跟老铁门说了 我上来脚下丢的这一堆土 它并不是土 而是一堆沙 现在给东家全部堆在场地前面 到时候他自己用筛子塞一下 就可以直接当沙用 现在的沙食料又这么贵 我说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 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OK老铁门 今天的活就搞完了 每天小赚几百 生活多汁又多彩 我真的非常需要你们的点赞加关注